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人生轨迹 当我们走到生命的晚年 如何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是一件让人深思的事情 今天将探讨一位退休的老人对于未来的规划 展示了他坚定的决心和独立的生活态度 讲述人周大妈 我是一位1965年出生的人 今年已经58岁了 我的老伴比我大几岁 已经进入了六旬之年 虽然年龄相差不大 但是身边见在的老太太比老头多 这让我不禁思考 或许女人更长寿一些 人生是一段孤独的旅程 终究会有一天只剩下一个人 那么如果有一天老伴走了 只留下了我一个人 我会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度过这个时光 首先我不会考虑请住家保姆 我是一名企业退休者 目前每个月的退休金只有2000多块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数额可能会增加 但仍然远远不够支付住家保姆的费用 特别是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 而且 我有一种古怪的性格 不愿意让陌生人进入我的生活空间 因此 我不会考虑雇佣住家保姆 另外 我也不打算进养老院 养老院分为高档和普通两种类型 而高档养老院的费用 可能高达七八千甚至上万元 对于我这个每月只有两三千元退休金的人来说 根本承受不起 而那些普通的养老院 住在一个房间里 每个床头都有一个马桶 生活质量也不高 我亲眼目睹了我的大意在养老院的生活 那种场景 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所以 养老院不在我的选择之列 此外 我也不会去儿子家里生活 老年时会伴随着健康问题 身体不再灵活 头脑反应减缓 生活自理能力下降 卫生状况也会变差 在这个阶段 如果我去儿子家 可能会成为家庭的负担 而孩子们的工作压力已经很大 他们可能无法照顾我 我不想成为别人的累赘 因此 我决定不去儿子家生活 相反 我打算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老年时光 我仍然可以享受生活 我喜欢运动和做操 每天都会和一群老人一起在广场上活动 这让我感到很快乐 此外 我也喜欢阅读书籍和听小说 这让我的生活充实而有滋味 当然 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会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 如果我生病 我会尽早就医 不会等到疾病加重才处理 但如果我患了绝症 我不会选择无谓的抢救 因为那只会让我受更多的痛苦 我相信 生死自有定数 顺其自然 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当我无法干中活时 我可以雇佣终点工来帮助我 也可以教外卖 解决饮食问题 现代生活的便捷性 让这些变得非常容易 只要有钱 几乎没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我会守住我的老窝 自己做饭 洗衣服 做家务 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是我向往的状态 我不会进ICU 不会接受无谓的插管和抢救 生死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命题 我选择看淡它 顺其自然 接受生命的终点 最后 我希望我的后世能够简单 我不需要大张旗鼓的葬礼 也不需要通知亲戚朋友 生前 我只希望我的儿子 能够孝顺和懂事 这对我而言 已经足够了 孤独的时光 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 当某一天 我们发觉自己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了 年华已逝 是时候认真面对这个事实 这并不是什么陌生的话题 但是当它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时 却常常让人无法承受 当岁月无情地侵蚀了人们的青春 当皱纹和白发 渐渐爬满我们的面庞和头发 当时光流转不止 转眼之间 我们发现自己 已经成为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应该按照一定的方式来应对 或许这些方法 不能改变我们的人生现状 但至少能让我们在孤独中 找到一丝慰藉和安慰 人老了 群体生活交织的社会结构 开始崩塌 亲朋好友纷纷离去 留下了一个无尽的记目 人们常说 年少时结交的朋友为数不多 真正的朋友只有几个 正因如此 一旦这几个知己相继去世或离开 留下身边的人终将孤独一人 不禁令人思考 人在年老之后 如何应对孤独这个难题 我们不应该对孤独感到恐惧或绝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价值 岁月只会给我们留下回忆 而不是夺走我们的尊严和价值 因此 当我们陷入孤独时 我们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 不要抛弃自己 而是努力发掘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我 这时 我们应该寻找能够带来快乐的事物和人 或许生活中的亲人和朋友已离世 或者跟我们渐行渐远 但我们还是可以尝试 寻找新的友谊 建立新的社交圈子 社交活动能让我们感到活力和快乐 并帮助我们摆脱孤独 此外 我们还可以尝试参加一些志愿者工作或社区活动 通过帮助他人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如今社会能提供一种互助的方式 那就是离退修人员的活动中心 逐渐的 一些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 开始关注到老年人的孤独问题 并积极组织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活动 以帮助他们度过那些空虚的时光 这些活动包括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 如爱心晚宴 老友聚会和旅行等 老年人可以在这些活动中 结交新朋友 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度过美好时光 然而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社交活动 有些人更喜欢宁静和孤独 对于这类人来说 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内心世界 年老之后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没有承担家庭责任的人来说 他们可以将精力集中在自我成长和发展上 可以通过阅读、学习和探索新事物来充实自己 也可以投入到各种艺术创作中 如绘画、写作或音乐创作 这些都能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感 并为生活赋予更多色彩 我们还应该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年老之后 身体的机能会逐渐衰退 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锻炼和保养 来延缓这一过程 如定期进行体育锻炼 保持均衡饮食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等 这些都能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保持健康 提高对抗孤独的能力 除了个人努力外 社会也需要为老年人提供更多关爱和支持 政府可以建立更多的养老院和护理中心 为那些没有家人照料 或需要长期看护的老人 提供温馨的居所和专业的照料 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也可以参与进来 定期探望若是群体的老年人 关心他们的生活和身心健康 我们也应该学会接纳孤独 每个人都会经历孤独的时刻 它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没有人可以永远陪伴我们 就像没有花可以永远盛开一样 因此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 孤独选择 享受孤独带来的寂静和思考的空间 同时我们还要学会坚持希望和梦想 寻找生活中的乐趣和意义 当我们最终孤零零的独处时 我们无需悲观和沮丧 相反 我们可以尝试将孤独转化为一种自由 一种独立的心境 通过保持积极态度 寻找快乐和满足感 探索自我的可能性 保持健康身体 接纳孤独 我们可以在岁月的洪流中 找到一片自己的天空 家庭也是老年人最重要的依靠 在年轻时 我们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温暖 和谐的家庭环境 当我们年过半百 或许可以寄情于与子女 孙辈及其他亲人的相处 共同生活 共同照料 一起分享喜怒哀乐和生活所事 这样的家庭 将能给老年人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满足感 总的来说 人老了 确实会面临孤独的困扰 但我们并非无解 无论是通过活动中心的社交活动 还是依靠个人内心世界的发展 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加上社会和家庭的关心和支持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可以如雨一展开 雄资再现 只要我们勇敢地面对孤独 用积极的心态和行动 去面对这一阶段的挑战 我们就一定能在岁月静好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满足 因此 当我们日复一日地面对孤独时 无论是单独居住 还是失去亲人和朋友 让我们按照以上的方式行事 这些方法 或许不能改变我们孤独的现状 但它们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应对孤独 找到内心的平衡和安宁 让我们在孤独中 绽放真正的自己 并发掘生活中的新意义 因为无论年华老去 我们依然可以保持 内心的青春和活力 拥抱属于自己的孤独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